用 廖龙准33岁 来自台湾 身高1米77 体重73公斤 他是台湾极限体騰学院的教练 加油 加油 赵达 赵达加油 我是来自台湾的廖龙准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上海这个城市 但是我没有时间来旅游上海 是因为我的训练都很忙碌 所以我必须要利用比赛 刚好我把我去做一次机会 逛了一下上海真的是很漂亮 我喜欢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因为 我可以认识全世界来自各国 各个国家的运动好手 那我从原本是先生教练 然后慢慢地开始接触极限运动 这次呢极限勇士 我们也要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这种运动并不是只有美国 或者日本会的好手能够做 所以这次呢就期待我 完全能够通关的表现吧 极限勇士大海战我到了 好 我们的廖龙准啊 他是一位明星教练 这明星教练的技职 他在做教练方面很有心得 而且他真的是很多明星的教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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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那个片子里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你要是什么 就是他心态特别地放松 而且平时又喜欢旅游 而且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来上海 他不是来冲击我们的赛道 实际上他更是顺带着来旅游 所以这就说明一点 他对自己的实力是非常自信的 而且注意到猫糊墙跳的这第一下 是彻彻有余的感觉 对 如果说其他的选手呢 我们也看到前面的主观选手 他在冲上猫糊墙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能听到 很强的这种撞击声 对 那么廖龙准他是在于 对身体的控制非常地强 好的 相信大家会对他印象深刻啊 因为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名字 应该是制作在了自己的T恤掌 言刺合法的 没错 其实他是找到一种光脚的感觉 哎呦 动得非常地快 所以过这一关 有些时候就叫快准狠 没错 《飞练过网》 梁龙准的身高 1米77 体重73公斤 所以这个身体的比例 身高和体重 是非常烦磊的 对于我们的赛道而言 而且你看 他就如同练过体操一样 对 腰腹的力量非常好 轻松地上航 他在这个荡神上的时候 这个双臂以微躯 这个让人想到了 在要环上体操运动员 虽然说冲冠轻松 我们看到很多表现好的选手 冲冠轻松 不代表他身体放松 他在每一个动作 都对自己的身体 也有足够的控制 非常轻松地完成了第四关 《飞练过网》 下面迎接他的是今天的第五关 《安月天梯》 高伟文学院《宣传》 现在已经开始了 手划了一小下 所以他稍微改变一下策略 但是他能够迅速的调整之后 又找回节奏 要注意 这时候需要 腰腹控制一下身体的摆动 腰腹力量要空拾住 但是你注意到他的两条腿 是在一次做着 有节奏的动动 好漂亮 成功的上到了我们的安全平台 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最后的一关 第六关极限之强 看看廖东准能不能够一蹴而就 他的手机开始第一次尝试 双手直接盘住了我们的高牌的边缘 一股坐屁盘上高台成为今晚的极限勇士 组合你廖龙准 明星教练廖龙准在赛场上的表现非常平稳 并且有自信 能够充分贴合地面的赤足鞋 让他在独木桥上以轻盈的姿态迅速工作 第四关 练锁上的身体前后摆幅非常大 确保有独够向前的惯性抓网 他在云体上双脚的摆动 其实是保持身体的平衡 游刃有余的他在最后一节梯子上 还有体力向大家展示前水平动作 最后冲击极限之强 仅用了七大步就攀上高台 他的实力足以应对之后更高难度的关卡 首先要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五千元的体育基金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收获由乐虎功能饮料为您提供的全年能量特殊奖励 谢谢 对 我其实一直在看他的鞋子 就是两指鞋 我会选择穿这个鞋子是因为 他的包覆性跟抓地力很好 那大家会看到他的大拇指跟其他的脚趾分开 所以他有点像是袜子底下帮你套一层橡胶 那他一般人呢都是穿在做圆衣造景跟圆钉在穿的 所以他其实是工作鞋 只我把他拿过来 因为他的底很好 所以我就拿来应付这种场合 看来每一次的成功呢 都不可能是天上吊的馅饼 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这位通关选手 他所付出的一切的努力啊